哎怎么那么像筋骨 哎筋骨王哥 你这去哪里啊 妈妈一大早就肚子不舒服 我想来得去先生看一下 哎呦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太早了我不怕 不好意思打扰你 哎呀快上车吧快上车吧 我刚刚去家里找你好久都没找到 赶紧上车 下次记得要给我打电话知道吗 不好意思在 阿姨怎么样了阿姨 因为我肚子痛是吧 哦那我现在带你们去医院好吧 嗯那你吃早饭没有 没吃那这边有一些面包 你先跟阿姨再吃一点啊 谢谢啊先先垫一下肚子啊 经过前面就是县医院了是吧 哦那我就在这里把你放下 慢点啊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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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谷 金谷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找了你好久 怎么了 医生说妈妈的病 要去大医院才可以 要去大医院 他检查出有什么结果吗 要去大医院 妈妈没钱不肯去 这样子吗 来检查报告给我看一下 哎呦这个病 那那走啊 那我带他带他去啊走啊 没钱吗 没钱啊 哦这样子 那那你稍等我一下 我下去一下 我下去 你别管我下去一下 金谷 金谷 我刚刚下去了一趟 我从我的卡里取了这么多 你先拿着 不行不行 没事 没事 给阿姨看病要紧 你先拿着 先拿着 好吧 阿姨在哪里啊 在下面 那走走走 我们一起找阿姨 走吧 谢谢 好 金谷 哎王哥 你怎么在这里砍柴啊 我一大早就去山上砍柴去了 哦这样子啊 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 你爸爸说 你出去砍柴去了 对 然后我就来山上找你 果然看到你了 你这面前背的是什么 是药材 材这么多药干嘛 这不是债主要聚集过了几天又来吗 然后我们采取药 然后我买了换钱 减轻一点家里面的压力 哦这样子啊 爸爸叫你回去 等一会有一个相亲对象要过来 那我们现在回去好吗 相亲啊 对呀 可是我还不想结婚 走吧走吧回去看看嘛 不管怎么样人家都来了是吧 那我们走吧走吧 你重不重 要不我帮你背吧 不用 不重 还是我帮你背吧 我看你好吃力啊 没事不用 那好不好 背这么多茶 你一定累坏了吧 我累习惯 我玩个精神喝杯水吧 好的好的 那不你呢 嗯 什么呢 怎样呢 她呢 咬呢 我啊 我啊 我不是 我 因为 我 我 没 我 我 我 有继续没有人想和愿意 不有能感觉 我们的主角都是一个公寓的 相信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 他们有很多民主的民主 许多的民主的民主 民主的民主的民主 民主的民主的民主 呃 撒旦呐 这就没有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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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君姑 嗯 你没事吧 没事又让你见笑了我 刚刚带着她老婆她说什么了 她不是来谣张的 今天是来给我相亲的 啊 这个是好事啊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相亲啊 相亲对象是她的侄 是我们这边 一个混混 以前娶了一个老婆 就是她因为她天天喝酒 然后被她吓跑的 还要打老婆 哦 这样子啊 那肯定不能嫁了 可是妈妈上了她的红包 我们不许嫁 那没事 我去帮你把红包退给她好吗 你已经消了 没事我去帮你说说 你你稍等我一下啊 看出来 阿姨阿姨 你把红包给我 把红包给我 啊 啊 金谷她不同意嫁人 啊 啊 结婚了 结婚了 对哎 那个大哥把红包还给你啊 你吃不下吗 你吃不下吗 吃不下吗 我是他朋友 婚姻不能够强逼 人家不同意嫁给你 这个大姐 这个钱 我知道她欠你钱 这个钱是一千块钱 利息你先拿着 你过几天时间缓冲一下 过几天再还给你 现在的话你们就先走吧 先走吧 不要打扰她生活 好吧 你过几天吗 过几天来吗 慢慢出嘛好吧 改进看这个 这东西不是前几天 你们拿走的吗 你那你 这不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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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走吧 走吧 好好好 金谷 没事了 我怕他们已经赶走了 路上你不飞了 没事没事 你吃过饭没有 你先吃点面包 先垫一下吧 好吃吗 哎 金谷 黄哥你怎么来了 刚刚去你家找你 你爸爸说你去山上了 所以我刚打你电话嘛 然后打不通 这信号啊 对 你这去山干嘛去了 采了一些药 采了一些药啊 哎呦 这现在这下这么大雨啊 你这身上的应该都淋湿了吧 没事 哦那赶紧回去吧 你看这山上这么滑 回去吧 回去吧 重不重啊 不重 习惯了 要不我帮你背一下吧 不用不用我背嘛 你这手上拿的什么 这是香川树苗 哦这拿回去干嘛 因为爸爸每次都山上去采 特别累 所以我把一些回去种 啊那好吧 那走吧走吧 好 那你吃饭没有啊 还没有吃 那赶紧回去吧 你一定饿了吧 还好 啊那走吧走吧 哇你们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啊 我们看习惯了 所以没觉得多好看 真的是沙眉水眉 人更美 这个花送给你 谢谢 这个花给你很配哦 好香啊 好香是吧 嗯好的 那我们先回去吧 现在下雨 好的 以后下这么大雨 不准出来了啊 在家里待着吧 家里待着 要山上采药 金谷 嗯 你在看什么 你看 沙上的索马花开了 这边吗 嗯那个粉色的就是 哦 确实好漂亮 但是栽不到啊 对 我们这边 选美第一名叫金锁马 然后第二名叫银锁马 哦那你肯定就是这山上的金锁马 不会 阿妹 来嘞 金谷啊 你做采的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种药 可以拿来卖去 那这么多龙卖多少钱 50块钱了 哦一天就只能卖50块钱 对啊 你这手上是这个是什么 这是乡村 乡村啊 嗯 这个是怎么采下来的 从树上采下来的 你还会爬树吗 会啊 从小就会爬 哦这样子啊 跟和尸一样的 那你赶紧吃饭吧 饭都凉了 这就是凉的呀 哈哈 就是凉饭 啊 好 会明白我的爱 那你都读完大学了 你不出去打工 在家里干这些楼活 你不觉得 贪浪费吗 嗯 而且大城市的厢房 我更喜欢 人家里那个年纪 然后 你要不要吃 我不吃 为什么 你一定要当一名乡村老师呢 我们这边的小孩 都特别渴求 然后去学校 也要走两三小时本地 然后这边的老师 都是那种 穿越年纪 就叫做老师 有些交给你 一两个月就行 说不讲最多 你长时间 哦 你想当一名本地的 这个遗族老师 对啊 那可以 那你这个发现 如果以后再提忙 我看都凉了 等着急 等着急 好了下雨了 赶紧回去吧 你快跑火 好的好的 走吧 如何面对 那只爱意 要只来多少点 两颗心 要承受多少 痛苦的 煎熬 才能够 彼此完全明了 你应该 会明白我一爱 我死狗 我死狗 你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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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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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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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砍了他家的柴 这个 把他 你干嘛 你是谁啊 我是他朋友 你是他朋友 啊 他砍了我的树 让他赔钱 这个这个树 是你家的吗 对的 啊 那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无心的 你你你你你不要动手动脚吗 有话好说 我要让他赔钱 要不然他就不能走了 啊 要多少钱吗 这个 500块 500块钱 我拿500块就不准走 哎呀 没有钱了 那你 给家里人打电话 让你家里人 家里面也没有钱 让他们去找 哎 有 有话好说 500块钱太贵了 你你你别 500 那我就不准走 啊 那这样子 你是他朋友 你给吗 这个树枝也没有多少钱 啊 因为那个树干还在这里 树干你看回头 你看他都卡了 你别说500块钱了 我我这边拿着200块钱 你拿去喝酒 好吧 拿着200块钱去 啊 200不许再贴点 再贴点 哎呀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行了嘛 好吧 那就好吧 好吧 啊 那就 可以走了 哎 那你别别别动手动脚了 别拉他 别拉他 会走的 会走的 好吧 这个 这个你不得带走 你走 你走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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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拉他 别拉他 这个不得带走 快走快走 哎呀 我 经过啊 你怎么一大早就出去砍柴了 爸爸妈妈腿脚不方便 我想多砍一点 哦 你面前那个袋子装了什么 药 装了药啊 哦 那你怎么砍到别人家的柴了 我以为那是公家的 不知道是他们四人家的柴 那个人怎么这么凶啊 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混混 别人都特别怕他的 哦 这样子 怪不得 我看他手上还拉着啤酒瓶呢 而且喜欢喝酒 那你吃过饭没有啊 还没吃 啊 我这边有两包泡面 你拿着吧 先去吃点泡面 先垫吧 垫吧 好吧 那行吧 那你就去厨房泡个泡面去 泡面好吃吗 筋骨 好吃 以后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吃完早餐再出去看财 不好 那我出去买点东西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你去买什么 你别管了啊 等我一下 筋骨 筋骨 哎 哎呀 你怎么又买鸡啊 没事没事 不是 天天买 你太浪费钱了 没事 我看你天天吃泡面 真的 你这太瘦了 真的买只鸡给你补补吧 那你退医师回去吧 两只也吃不完 没事没事 一起吃嘛 那你这边就在家 我我就走了 一起吃嘛 你留下来一起吃 那你做的好不好吃 好吃 那好吧 那你 那那那就 一起吃 你里面坐 好的好的 好的 马上坐 好 筋骨 啊 哎 王哥你怎么在这呀 我刚刚去你家 你爸爸说你上山采药了 所以我到这里来看一下 果然碰到你了 筋骨 你这采的是什么 这是野菜 这个采回去干嘛 可以去也可以卖钱 筋骨 嗯 你在干嘛 我在采花呀 王哥过来 哦 你看这里有那个野生的虫楼 虫楼啊 嗯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呢 哇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七叶一只花 嗯 啊 那我们好好保护着 不要摘它 走吧 这路好不好走啊 好走呀 筋骨 嗯 采药累不累 不累 从小山山采药习惯了 你手上采的是什么花 怎么这么漂亮 筋骨花 啊 好漂亮啊 嗯 它象征着美丽和纯洁 是吗 对啊 此时的筋骨花 就跟你本人一样的漂亮 你看山山的野花 好漂亮呀 喜欢吗 喜欢 那我这一树野花送给你 你什么时候采的 我刚刚在你采药的时候 去采了一树野花 想着送给你的 谢谢 吃饭没有啊 还没吃 要不我们回去吃饭吧 可以 走吧 好的 筋骨 筋骨 你应该饿坏了吧 还好 你就吃这呀 对啊 好吃 哦 那你一天采药龙卖多少钱 一天三四十块钱 哦 那你这样的话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债务还清呢 能挣一分 是一分 哦 那你把你手机给我吧 什么呢 手机给我 打开二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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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先别管嘛 你打开嘛 微信支付收款 你拿着吧 七万元 你怎么给我转了那么多 不多不多 因为我看你 过得太辛苦了 你先把你的债务先挡一挡吧 那你怎么办呢 没事啊 你到时候有的时候再还给我吧 我这个又不着急 太多了 没事没事 哦对了 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要走了吗 对 再多晚几天吧 不了不了 那你在家里好保重 我怎么得气呢 没事没事 啊 你在家里多保重 那我走了啊 不碰你 黄哥 哎 怎么了 拿点河头 走吧 哎呦 你上次已经给我 我都还没吃完呢 为什么 好 那好吧 不用拿着 那你在家里好 照顾你爸爸妈妈 我有时间特别看你 不愿放弃 好的 拜拜 你的爱 这是我成就的期待 不愿保留 你的爱 那是对他无缘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